随着时间的推移,爱情公寓大电影马上就要上映了,但是临近上映,爱情公寓大电影却遭到了起诉,原因是投资方并没有告知连凡的情况下投资上映,因此连凡提起诉讼,并且要求终止上映。 爱情公寓像一座里程碑,代表了8090后的一个回忆,从第一季开始,我们认识的面罢一样存在着胡一飞,自恋有待点小剑的藤小贤,热爱策马奔腾的吕子乔,对演戏痴迷却常常死掉的唐游游,和有这奇怪口音三分钟切腹自尽的光骨。 再到后来认识,那有着拯救世界梦想的斩驳,独立自强的碗鱼,优雅漂亮的秦宇墨,和永远酒吧厕所出场的张伟。 这些在爱情公寓合作的人们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。 在第四季结束的时候,我们期待着第五季,期待着曾老师可以和一飞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 从2014年一直等到2018年,终于要上映了,希望子乔和美佳,曾老师和一飞能有一个好结局。 楼一霄为爱情公寓大电影唱的主题曲《最好的朋友在身边》,爱情公寓代为观众的不只有欢笑,还有感动,教会我们珍惜有情。 在采访爱情公寓的各大主演时,看着楼一霄、陈鹤等等感动的泪水,这何尝只是我们观众的回忆,正是这几大主演的回忆,以及他们彼此友情的延续。 邓家家在采访中表示楼一霄有自己家的钥匙,并且有他单独的房间,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友情有多好。 爱情公寓给了我们对于友情的思考,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,只要我们能珍惜,便能维系彼此的情感。 当然爱情公寓大电影因为王传军的缺席也算是一大遗憾,毕竟王传军饰演了关古神奇和邓家家,饰演了唐悠悠悠感情线在剧中,因为王传军的缺席可能唐悠悠的感情线就不是完美的了,不过其他几大主演原班人马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。 十年的回忆,十年的期待,十年的约定终于在八月十日兑现了,带着主演的回忆,带着观众的期待,爱情公寓原班人马为这个暑假带来一场视觉盛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